李應援被CUSO戴著廚師帽 一手拿刀和魚翅 一手拿著大盤子 旁邊大字問他 魚翅好吃嗎 還有廚師拿刀割魚翅 說是李應援叫他殺的 本應帶頭呼籲別吃魚翅的環保署長李應援 卻被爆料吃魚翅 遭豆卯團體痛批 帶頭做最壞示範 因為他身為就是環境保育的首長 其實在這方面 我們是希望他可以以身作則 來帶領更多人可以一起保育海洋生態系的 民進黨2010年時競選廣告 用香港比喻台灣說有錢人吃魚翅 窮人連粉絲都沒有 如今看到自家人吃魚翅編得很小力 所以身為來賓 他是不是能夠選擇菜單上的這樣的一個猜測 那是不是要必須撫鏽而去 我想這個也可能是不是做客之道 這件事情應該還不是屬於法律所禁止 或者是說已經有超過了一定的道德規範 我想目前還是屬於一個見仁見識的範圍 環保署署署長在這個部分 應該要比其他部會有更高的道德標準 那我看至少就我來講 我有看到了環保署署署長 也表達了這樣一個歉意 反觀當初馬英九擔任台北市長時 富邦經招待魚翅燕 遭民進黨議員大作文章 吃魚翅甚至誓言要彈劾 現在自家人林蔭元吃魚翅 民進黨卻法家灣強力護航 雙重標準難以讓社會大眾幸福 在黃明君主位自體報導